美食水位 美食水位 今天呢 要來吃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即食火鍋 它總共分別有 番茄牛腩口味 脆皮牛肚口味 麻辣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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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口味 香濃咖哩口味 我們就先來吃爽脆牛肚吧 因為感覺這個味道比較清淡 15分鐘就可以享用了 這個一個是200多塊 這樣子打開之後 裡面有一個餐具包 豆皮包 菜包 魚豆腐的包 牛油 牛肉包 這個是食品專用發熱包 欸怎麼不告訴我呢 我太在了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 菜包 醬菜包 然後把它丟進去 醬菜包丟進去之後 欸這豆皮怎麼叫麵條 鋁豆腐 鋁豆腐 這個是它把所有的材料都倒進去的樣子 大概是這樣 然後它旁邊這裡有一個注水味 倒到這個高度之後呢 就把剛剛這個發熱的拆開 拆開之後 然後把它丟進去 放上去之後呢 把這個蓋子蓋上 然後它這個蓋子啊 它有一個排氣孔 就是散發它熱氣的 然後我們就先把它蓋著 然後我們就先把它蓋著 那等15分鐘 喔 有聲音有聲音 它在加熱了 它在加熱了 我聽到那個 的聲音了 要來開它囉 自備一下 哇 真的好了欸 變成一個火鍋的感覺了 豆皮 這感覺可以自己再加冬粉下去欸 先來吃一塊牛肉看看 牛肉吃起來有點叉叉的 就搭搭叉叉的感覺 然後還蠻辣的 豆皮感覺好像麵喔 咬起來有那個豆皮的味道 可是它的豆皮是 就像它的外表一樣 是那種光滑豆皮的味道 不會像那種一層一層豆皮咬下去 或有肉汁的那種 喝喝看它的精華湯 湯就還蠻好喝 那辛香料味道很重 然後會辣 可是它是會讓你麻的那一種 不是會讓你辣到不舒服的那一種辣 這應該是牛肚 吃起來真的會彈 然後 可是不會到讓你覺得是脆的感覺 就是咬下去會有那種彈性的那一種肉 我吃到它的脆腸 我這個人吃燙有一點貓舌頭 所以我吃燙的東西都吃超慢的 第一碗吃完了 接下來是這個 番茄鍋 喔對啦就是這一張啦 又來了又來了 換樓啊換樓啊 15分鐘 番茄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番茄鍋開香杯 將 它脆上面有一層粉絲沒有壓下去 粉絲沒有什麼味道 它這個肉吃起來很像我們 滿炭大餐的肉的感覺 這裡面還有玉米 來吃吃看 沒有什麼玉米的味道 吃起來有點怪怪的 喔現在喝就比較有那個酸跟甜的感覺了 可是我其實我剛剛其實已經拉得滿開了 可是現在喝起來 才比較有那個番茄湯的酸跟甜的味道 啊 越香麵的番茄湯越濃郁 你們明明就拉開啦 你們這樣會不會說我沒有拉開 不專業 我真的有拉開 剛剛的牛肚它其實還有牛的其他部位 所以吃起來其實還是有嫩的地方 可是這個牛腩鍋啊 它就是基本上它的肉全部都是叉叉的 不過它的湯比剛剛的牛肚湯 現在比起來好喝很多 吃完了 剩下都是玉米的筷狀 然後這邊也是結束了 它其實下面的水啊 全部都被那一包給吸乾乾了 而且它現在還是很 啊 又是熱的捏 接下來我們來吃這個香濃咖哩鍋 我們把麻辣放到最後面吃 因為我個人很怕吃辣 底料給丟進去 果果底 好香的咖哩味 而且是那種帶有奶的那種咖哩味 然後這個是魚丸 這兩者會 是粉條 長得有點像那個 拉撒的那個米粉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菜包 它這個感覺比較豐盛 因為它沒有肉包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料好像多很多 好 時間到了 再來打開它囉 接下來這個是咖哩口味的 欸 我不得不說 咖哩口味的聞起來味道很強耶 因為它是那種 聞起來是有奶香味的那種咖哩的泡咪耶 不過你們在放的時候 切記一定要放手水喔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加熱機制不是讓你的湯滾 它只是讓你的水熱而已 嗯 喝起來真的是有奶味的咖哩味道 而且我覺得它跟一般的湯咖哩比起來濃郁很多耶 而且它粉條跟剛剛的粉絲不一樣 因為剛剛的粉絲它完全沒有吸那個番茄湯的味道 可是它這個粉條是有那個咖哩的那個香味耶 它這個魚豆腐配咖哩的味道啊 莫名的非常的大 因為像剛剛的番茄跟牛肚湯啊 它配這個魚豆腐都比較沒有什麼香味 而且感覺沒有那麼大 可是莫名其妙跟咖哩就很合 嗯 不過魚丸不好吃 喝完了 接下來我們咖哩的也吃完了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 海底烙的麻辣嫩牛鍋 接下來呢來開這一個是麻辣嫩牛鍋 哇 這顏色我覺得打妹捏 看起來很險捏 好像沒有很辣耶 喔有有有有有有有 它剛入口的時候還不會覺得辣 然後你喊到後面的時候吞下去之後 過沒多久才開始慢慢辣起來的那一種 我覺得它的絲粉條真的很值得誇獎 它這個絲粉條真的很吸湯的味道耶 不過它的肉吃起來明顯 而且比剛剛的那個牛肚跟番茄鍋的肉還要嫩耶 不愧是叫麻辣嫩牛鍋 肉是真的有明顯的比較嫩 喔 不過它的粉條真的好好吃喔 這種絲粉條怎麼有辦法就是加一點點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麼的Q彈 有彈性又那麼好吃 你看著肉真的嫩很多耶 很明顯的差異 喝完了 吃完了 這個就是海底撈的即時火鍋 如果說要排名的話我的第一名會給 咖哩鍋 然後再來是番茄鍋 番茄牛腩鍋 然後麻辣跟的牛會排在同一名 因為我覺得感覺吃起來味道差不多 這些我都是在蝦皮買來 分別價錢都是200多塊 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還是會比較願意去超商 因為我覺得超商的100多塊的鍋物 跟這個比起來我覺得超商的會比較好吃 可是如果你是住宿舍 就沒有熱水壺 然後也沒辦法用瓦斯煮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還蠻方便 就是你加水之後就可以吃了 那我個人是覺得長鮮就好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跟按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Facebook跟我的Instagram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掰 兩次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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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有很快的 先 Mach道 停 停 停 不底